9个蔬果进口商因非法进口新鲜蔬菜 集体被控上法庭 并被处以23000元的罚款 其中两个进口商也因非法进口加工食品 各被判罚款额外600元 记者吴立新报道 9个进口商下午2点半在国家法院认罪后 被判的罚款金额介于2000到3600元不等 他们被指在今年3月到8月 进口了2848公斤的未经申报和少申报蔬菜 其中两个进口商还进口了340公斤的未申报加工食品 新加坡食品局说 所有非法进口的蔬菜已被起货并销毁 食品局提醒非法进口未知来源的食品 会造成食品安全风险 因此所有进口食品都必须符合当局的要求 及食品安全标准 只有持有执照的进口商才可以进口食品 且每批货物都需申报并附上有效的进口准证 非法进口食品者一旦罪成 可被判罚款最高1万元 或最长三年监禁或两者监失 等下来